Podcast新手看这边完整教学一次上手 Daisy爱自学Podcast小教室 嗨,我是Daisy 欢迎回到Podcast教学系列第三集 在这个系列我们会分享 如何从零到一产出一个Podcast节目 带你成为专业Podcaster 在之前也欢迎你订阅Daisy爱自学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之后 更多的每周Podcast教学影片哦 在上一集我们谈到 关于如何设定Podcast的节目格式 单集时长、更新频率 如果你还没观看上一集 快点击右上角前往收看吧 Podcast之所以能在台湾短时间窜起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进入门槛不高 你可以单用手机就做出一个Podcast节目 又或者是到外面租一个专业的录音间来做Podcast 制作的弹性相当高 因为比起这些对Podcast来说 更重要的是你的节目内容 可不可以吸引观众 毕竟很少会有听众 是因为节目影子非常好才选择订阅的 大部分都是因为节目内容对他们来说有价值 才会长期去收听这个节目 所以Podcast的音质要好 对听众来说可以说是一件最基本的事 如果听众会特别的去评论音质 大部分应该都是因为这个节目的音质不够好 所以导致转移了他们对节目内容的注意力 选购Podcast设备对新手来说通常会是一个不小的门槛 特别是当你对录音没有任何经验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买到不适合的设备 白白浪费了一笔钱 所以为了减轻大家的困扰 我们会介绍适合90%Podcast使用的录音设备 首先是铁三角ATR2100X麦克风 这是一款非常优秀而且很平价的USB麦克风 也是我们会推荐给大多数Podcast的麦克风 甚至有时候当我们用它来代替另一款非常高级的麦克风 Shure SM7B来录制节目 我们都很难去分辨它们之间的音质差别 ATR2100X使用上很简单也很耐用 我们常常对它外出去录音或者是演讲活动的场合 放在包包里面有不小心摔到骨 但它都毫发无伤 ATR2100X之所以很适合新手使用 就是因为它同时有USB跟XLR接孔 所以你可以直接将它接上电脑录音 或者是如果你未来想要升级 也可以买混音器接上它来使用 ATR2100X都可以根据你不同的录制需求来做调整 这款麦克风有随附影的桌上型的脚架 一条USB线材跟一条XLR线材 ATR20X的价格是多少呢? 非常平价 它只需要2680元不到3000块新台币 在这个价格带上算是CP值最高的一款Pockets麦克风哦! 当然需要 举例像是海绵防喷套或者是专业的麦克风防喷网都可以 因为麦克风是一个相当敏感的收音设备 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巴铲出的所有气体 和录音环境的周遭所有比较大声的声音都会被收录进去 特别是针对像是P-T-K-7-C 这些纯齿音都会产生短暂强烈的气体撞击麦克风导致喷麦的状况 所以要避免喷麦的问题发生 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一个防喷套或者是防喷网 以ATR20X来说 我建议你可以买一个20块钱有找的海绵套 或者是几百块钱一个的防喷网 这可以大量节省剪辑后置处理喷麦报应的时间 那如果你有事先爬过Podcast器材设备推荐的相关文章 应该会看到有些人会推荐你买混音器或者是录音界面 通常会需要混音器的状况是你的Podcast是做双人或多人访谈的节目类型 因为对双人录制来说 我们通常不会将两只USB麦克风同时接上电脑使用 因为这会让录制上面造成很多的问题 也会让你在剪辑上面不太方便 那我们也不建议说两个人同时使用同一只麦克风录音 因为这样只会有一条音轨 会让你很难针对不同的人声去做调音或音量的调整 所以我们会建议你购买两只麦克风 使用XLR线接上一台录音界面或混音器 再加上混音器接上电脑输出声音 那以这台Focuswright Scarlett 2i2来说一台是6700元新台币 这款可以说是不管是Podcasters或是音乐人都很喜欢的一款宅录型的混音器 若是也可以参考Rodcaster Pro 这款是目前市面上唯一专为Podcaster打造的录音界面 但它的价格就更高一点了 一台价格是24000元新台币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Podcast混音器的资讯 也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文章连结前往查看 所以我们真的有需要买一副专业的监听耳机吗 我的答案是非常需要 当然我们不一定要是专业昂贵录音室等级的监听耳机 但监听耳机在Podcast录制过程中确实是一个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 如果你是做远距访谈的 当你在跟来宾通话的时候 声音不可能从你的电脑内建喇叭直接播出来 因为这会被你的麦克风同时收录到 导致杂音的问题出现 也就是所谓的异音状况 第二 如果你是做单人录音的 同样还是需要一副监听耳机 透过全程的监听 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是不是离麦克风太远 或者是讲得太激动的时候 声音太大声 又或者是离麦克风太近 有爆音盘卖的状况 我们透过监听可以避免说音量太小或太大 或者是杂音的任何问题 那我们推荐哪些监听耳机呢 如果你没有太多预算的话 当然任何只要是3.5mm接口的耳机都可以 像是手机附赠的有线耳机 就可以当作监听用途 但如果你想要有更好的监听品质 可以参考铁三角ATH-M50X这款监听耳机 你只需要将耳机接到麦克风背面的耳机孔 就可以同步听到麦克风收录的声音 这款耳机的价格是5600元新台币 那我们已经使用这款耳机超过4年的时间 音质也一直都很稳定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Podcast的器材设备推荐 或是双人或多人访谈的器材设置 我们由另外制作一支影片来介绍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影片前往查看哦 当录制完音档之后 我们会需要使用剪辑软体来对音档做一些必要的调整 好消息是大多数的剪辑软体都非常平价 目前最多人使用的剪辑软体是audacity audacity是一款免费开源式的录音剪辑软体 你可以直接在网路上下载合发使用 Windows Mac版本都有 但也因为它是免费开源的剪辑软体 所以它的界面相对老旧过时 它没有太复杂的按钮 加上音轨没有磁性吸附的功能 所以在剪辑上面会有些微的不方便 那如果想要看更细部的音波状态呢 你zooming到最大其实没有那么的清晰 所以让音档的细节处理上相对的没有那么的细腻 但好处是网路上有很多人针对audacity做免费的教学 所以你也可以直接透过那些教学影片来学习哦 那另外一个也是相当多人使用的是Garageband 那它是一款免费的音档剪辑软体 是Apple在2005年推出的剪辑软体 可以在iPhone跟Mac中使用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苹果的使用者 就可以使用这款软体来剪辑Podcast咯 那如果你想要在Podcast编辑上面有更大的弹性呢 我相信Adobe Audition强大的多音轨编辑功能不会让你失望 Audition同时也是Podcast创作者爱用的编辑软体之一 除了界面吸引好用之外呢 它还有多种针对Podcast音质自动提升的效果器可以套用哦 非常适合不会调音的新手使用 而且如果你本身就是Adobe的重度使用者 你会发现其实Audition的按钮位置和图案的命名都大同小异 因此呢Adobe的既有使用者呢会相对好上手哦 整体来说呢Podcast剪辑后制并没有一个绝对好的方法 端看每一个创作者他的使用习惯和希望呈现的丰富度 如果你的Podcast呢单纯只是将人声加上背景配乐 没有想要做人声音色上的调整 我想Audacity的效果器呢就很够用 而且也简单好理解 那如果你期待更好的音色品质 但不想要研究复杂的调整技巧 我会建议你可以参考Adobe Audition各种效果器提供的预设模板 让你可以直接套用就有不错的人声音质改善哦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远距访同推荐的录制软体 如果你刚好要访问在不同国家或城市的来宾 或是你的搭档呢也需要透过远距的方式跟你一起录节目 我们会希望呢音质不要像是一般用网络通话会有的那种稀稀疏疏的杂音 而是可以用来作为Podcast的高品质音档 首先我们会推荐的远距录音软体是Squadcast Squadcast呢可以帮你录制视讯跟无损音讯档案 你可以透过Squadcast呢取得你跟来宾的独立音轨 以及在通话中出现的所有人声呢可以合并为一条音轨 但Squadcast呢并不是免费的远距录音软体 它最便宜的收费方式呢是每个月20块美金 最多可以录制5个小时长度的音档 适合小型的Podcast节目使用 那如果是免费的远距录音软体呢你可以参考Zoom 虽然Zoom呢没有提供无损音质的功能 但它同样也有支援独立音轨的生成功能 如果你预算比较低呢也是一款非常实用的远距录音软体哦 OK所以我们在这间影片呢聊到了很多内容 包含如何选购合适的Podcast录音器材 也谈到我们推荐的Podcast剪辑软体和远距录音软体推荐 那在下集的教学影片呢我们会带你录制你的第一集Podcast 所以呢快趁现在去选购你的录音器材 把所有的工具呢都准备到位 跟着我们一起在下集影片呢了解 录制一集Podcast呢必知的所有知识和技巧 所以呢记得一定要订阅Daisy Eye自学频道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Podcast教学影片哦 那如果想要快速学习从0到1制作出一个Podcast节目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Podcast线上教学课程 目前呢已经有超过900位的学员加入我们的行列 课程呢也有高达将近5颗星的好评 还有加赠Podcast流量变现教学电子书哦 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呢看更多的课程资讯 那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